大家好,我是南华期货的朱宾 上一届我们讲到的现代货币理论 这一届我们讲讲现代货币理论在当前世界上的这个实践 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个现象的第一个启用的是日本 但是这个日本经济体比较小,全世界关注的不高 真正引发全世界关注的是美国 从08年开始,它采取了这一对现代货币理论倡导的财政赤字化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这个实践 那么这个世界对全球就造成了重大影响 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一个财政赤字货币化到底效果如何 那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这个历史 在美国的历史上,美国国会两院的话 对财政赤字的控制还是比较严格的 在国会的议员的脑袋中 他们认为赤字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不光是财政赤字不好,贸易赤字也不好 也就是说想尽设法把赤字压下来 最好变成黑字,那最开心 记得上十世纪末的时候 克林顿总统的时候 美国出现了一个财政黑字 也就是说财政收资的过端平衡了 还有收入 这个时候美国很开心 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但是呢,现在人们思想又换过来了 认为财政赤字对美国经济反而更有利 那么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 政府就不要关注财政赤字 而应该更过度关注经济增长 那么这一个实践在08年就出现了 08年的时候由于金融危机 美国政府发行了大量国债 而这些国债大量是由美联储来购买的 也就是美联储直接通过市场注入注金的方式来刺激财政政策 当时的时候这个财政赤字 达到了整个GDP的10% 这在历史上是很惨见的 因为大部分时间美国的财政赤字 大部分在GDP的3%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可持续的一个财政的赤字比率 这是很多经济学们这么认为的 但是呢,08年的时候打破了这种惯例 那么这种惯例出现以后呢 很多人担心通胀会出来 事实告诉我们呢 当时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巨额的财政赤字 没有引发通胀 所以说第一次的现代货币零的实践是非常成功的 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 大规模的发行国债 大规模的进行财政刺激 可以让经济衰退的通过来得更小 那么第二次呢 是在2020年疫情的时候 美国为了应对疫情 采取了更加宽松的所谓的财政刺激 当时的时候这个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15% 美国GDP的15% 这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闻的 那么这一个实践也给美国经济带来重大影响 目前市场上影响还继续存在 那么这个实践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 这个实践的话 我们从这个数据上就可以看到的话 就是说美国在这一次的财政四季的债务的扩张过程中 主要是靠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进行了注资 也就是说08年的这个国债规模的巨额上升 是来自于美联储的注资 也就是说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实践 那么这个实践的效果的后果呢 就是这么一个现实 出现了一个通膨胀 我们上一讲过现代货币里面最大的约束是通胀 只要通胀不出现 财政赤字货币化就能取得成功 当然了现在受到了这个通胀的压力 财政赤字货币化呢 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但是我个人认为的话 由于这两轮的这个财政赤字货币化 对美国的经济的增长 带来了巨大的这个效率 所以说我认为 整个美国政府对现代货币里面已经趋于接受了 也就是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美国还会继续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 只要出现金融危机 他一定会做这个事情 这一个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避难 也就是意味着美国的国债规模只会增不回家 这个事件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会影响到全球运气 那么很多人在问 那么这么好的事情中国政府可不可以执行呢 中国政府也是一个可以自主发行人民币的一个自主体 理论上来说它具备这个条件 但是执行了财政赤字货币化有一个问题 就是对这一个国家的纸币的信用会产生影响 就像这一轮的美国财政赤字货币化以后 对美元的信用就产生了影响 所以说在中美这个博弈的过程中 中国很难去推行人民币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希望给全世界留下一个人民币购买力比较坚挺的这么一个国际形象 跟美元的人购买力下降形成一个对比 这个对我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财政赤字货币化现代理论推出这么一套逻辑 的确给经济会带来一个全新的思考和全新的措施 但是它的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 那么这个现象我觉得在未来的十年之内 我们可以更明显的看到 这一个现代货币里人带来的一个全球政府的一个措施的改变 会给美元人民币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博弈的一个环境 那么这个环境对我们人民币来说应该说目前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 那么今天我对现代货币理论的这个分享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众